他離開了 你不是簽什麼離婚的意思嗎 阿姨那是因為 那時候我根本搞不清楚 我自己心裡想要的到底是什麼 你根本就不把我陳馨宇當作一回事 你如果知道我陳馨宇對你那樣重要 你是怎麼在想不到一分前的時候 想到她的重要生一個社會 我陳馨宇就像路邊的一隻狗 你沒頭看到她 對啦 你要跟崩潰摸摸摸她的 跟你搖一搖搖一搖 你當然也不在乎她 因為她是鴨鴨嘛 好了 那是有一天 你很想要看一隻鴨鴨的時候 你想要跟崩潰 這個看不見了 根本什麼都不見了你知道嗎 你自己根本就自己輸不去嘛 報告社長 這星期出國的陳馨宇總共有一千三百位 哇 其中兩百位到美國 三百零六位到日本 五十四位到澳洲 另外 那陳馨宇呢 就在這一千三百位當中啊 我說的是我的那個陳馨宇 報告社長 機票都是用英文拼音的 所以不管你是叫做陳馨宇 還是陳馨宇 還是陳馨宇 她通通叫做陳馨宇 OK 再說 她已經不再是你的陳馨宇 你等我我還是要說的社長 現在擺明的陳馨宇是沒有了 你們兩個經過了這麼多大風大浪 好不容易終於可以定下來了 為什麼你就偏偏在這個時候 可我是放不下她 她在我面前受傷 我保護不了她 她叫我保護紀念品 我也保護不了 所有我給她的承諾通通跳票 我後悔了要死 可是最讓我後悔的事 是原來 原來我喜歡她 比我想像的要多更多 我想要找到陳馨宇 我想要知道她在哪裡 起碼讓我親口跟她說一句對不起 不要連這樣的機會都不給我 我會抱她 我會不會讓她 Exclusive 你不知道我在哪里 好像都是桌子的 她已經不再是妳的崔心 妳說不,等一下我們把門打開個小瓶,又握她進來 然後呢,妳把她揣淋,我撞到田圖裡面,丟到海裡,不會殺魚吃 開門啊 媽,妳不是真的要用奇小的一招吧 媽,殺人滅屍後懷我還強靈去歸人 唉唷,叫妳開門就開門啦 那為了這個,放閃,妳小妹要開門,妳那麽來,麽還敢打 不打啦,不打就開門啦 看什麼,快點去開 也對齁 良心被狗啃的人,我還不叫妳進來 這,拜託,千萬不要再逼我們社長去 到底,要不要進來啊 要,要 誰啊 誰啊 不是你啦 喔 沒關係,我真的就可以了 好啦,妳倆去樓地看電視 是,我好… 你看電視,那個人 你看人,起床了 走 走 來,在這裡 我們新衣離開後,我是看妳來幾百次 我看到妳的生意了,我想要跟妳好好說一下 好,妳請說 我們新衣,是家裡最小的一個 三個裡面,她最傻 說到有時候,我不知道要去她還是要照她 我常常告訴妳 她是我們家家家家的 不過她都沒說什麼 我問問她 妳自己自己想看看 如果爸的小孩 estava聽到她媽媽說 妳是我的爸爸做的 她想我 那孩子絕對是會萬壇嘛 不過我的心意都沒了 他電腦跟我說 媽媽 我就是不會看你那麼辛苦 我想要替你分擔一點點辛苦 讓你可以輕鬆一下 他不會變成我家是嫁出來的 你看他 那年我打拼都搖到 那年我打拼去討好別人 你說他有說嗎 傻瓜 自己去爭取一些小小的權利 都不會像傻瓜 我經常卡在我給他 我跟他說 你過了好嗎 他都跟我說 垂溪對我好好喔 你不用擔心那麼多 你自己夢中心想看看 你不對他好過嗎 蛤 阿姨 阿姨 欣妮現在在哪裡 能不能讓我自己跟他說 他離開了 你不是簽什麼離婚協議書嗎 阿姨那是因為 那時候我根本搞不清我自己心裡想要的到底是什麼 你根本就不把我陳心儀當作一回事 你如果知道我陳心儀對你那麼重要 你是怎麼在想買那一分錢的時候 我們想到說他的重要有剩一三回 我陳心儀就像路邊的一隻狗 你眼後看到他 對啦 你還要把他摸頭摸摸摸的他 跟你搖一搖 搖一搖啦 你當然也不在乎他啊 對吧 因為他是鴨狗嘛 好啊 如果想有一天 你很想要看一隻鴨狗的時候 你想要摸頭 這個看不見了 你根本什麼話都不見了你知道嗎 你根本就根本就自己輸不見嘛 阿姨不是這樣 我承認一開始 我真的把心儀當中變那天一樣 可是不知不覺 他在我的心裡越來越重要 我不自覺地對他越來越重 甚至我想要保護他 保護他 你是要怎麼保護他 你保護他就是讓他靠回來我們這裡摸摸 每天晚上都不睡 就坐在這裡看電視 看綜藝節目 有人大家是笑的他是靠人的 這樣叫做保護他 你讓他自己懷疑他自己 懷疑他自己說 對人那麼好是要做什麼 他了解 他了解這種方法 對一個無心怪的人是無能用的 是人外的人 對 我心裡叫我喊你了 對啦 對啦 我心裡叫我喊你了 對啦 對啦 他說喔 他簽離婚協議書一天開始喔 他自己就都不關連 小姐啊 你把這腳貼貼回去 你現在最重要是要做什麼你知道嗎 把我心裡賣給你 讓我去對你的安娜小姐好 你走啦